地球上究竟存在多少秘密呢?有专家在玛雅文明留下的海底金字塔中发现了诡异的一幕,金字塔中竟然有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,据说可以通往另一个世界,真的吗? 专家一直都怀疑地球上存在时空隧道,但是一直都没有线索,在玛雅遗址的发现,简直就是为专家们,指引了一个道路专家们,还在地下发现了一座神奇的宫殿。 这金字塔究竟还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呢?研究人员认为金字塔坟墓应该被刻意建在在公元683年和702年之间的某一个春天。 金字塔下的隧道中,水从藏室扩散到宫殿前,以此预示巴加尔的精神地狱之路永无止境。 宫殿中的名门破以后的大概一丝是,接受黑暗洗礼的人,必须沉住无休止的死水中。 当时,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巴加尔的大量石雕的石棺上,一些错误的看法是,玛雅统治者坐在一艘可以控制的宇宙飞船中, 通过来世的道路,但考古学家刚发雷斯说,而是中的一对石头上雕刻的名门上说, 神将引导死神通向黑暗深渊,死水将把它们淹没。 看来古代玛雅统治者巴加尔的努力是白费了,它没有通向来世,飞船也没制造成功。 现在专家们正在进一步研究海底金字塔中的情况,究竟是不是地球上存在的时空隧道,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只需要等待专家的结果就好。 目前,对白木大之谜的探索,正在同对大西国遗址的寻找结合起来。 人们有理由相信,白木大魔鬼三角区海底被发现的金字塔建筑,可能正是失落的大西国遗留下来的遗址。 世世代代的人们曾望洋星探,命运悲惨的大西国,究竟葬身何处水域呢? 相传九千年前,这就是大西国所在的亚特兰蒂斯大陆,路上风光秀丽,物产富饶,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,不料,一场毁灭性的地震,和随着铺天盖底而来的海啸,是整块亚特兰蒂斯大陆在这都市,寺院,道路,河远以及全体国民,在一夜之间呈现海底,消失在淘天的浪风红谷中, 尽管柏拉图关于大西国的技术,为当代学者所怀疑,但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,人们已在百慕大海区的阳底,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史前文明遗迹,一门新兴的潜水好古学正在酝酿创立当中,这门新兴的学科将已揭开亚特兰蒂斯古路的沉没,与藏身之谜为几阵,这必将促进人们对百慕大摩三角针面目的逐步认识, 在百慕大海域最激动人心的发现,莫过于1978年,对海下巨型金字塔的发现了,为了搞清楚这座水下金字塔的情况,美国一批科学家动用新兴设备,再次前往百慕大摩三角调查,精细新测定, 他们发现,坐落在阳底的金字塔高200米,塔间距海面100米,它的每边长300米,建筑年大约比埃及金字塔早7000年,由于海水太深,环境复杂,水下勘察的科学家无法断定, 该金字塔与大西洋底的其他古建筑区,是否系统时代的产物,这一发现无疑为百慕大水域的海路并迁驶,提供了新的证据, 维尔澳以百慕大海区为中心的种种史前文明遗迹的水下大发现,科学家们见解不一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